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今天早上没睡醒 然后就被叫起来去送宝宝了呢 就天天外面吹嘞啪啦的 多宝宝都不想出去呢 可是小宝宝到点就得上学 多宝宝就得送他呢 要不然的话 爸爸妈妈单独领我们太辛苦了 多宝宝这会儿还是能体谅他们的 只不过宝宝上学太早了 多宝宝都没睡醒 看多宝宝今天 一点力气都没有呢 爸爸还说让多宝宝一会儿回家之后再睡觉着 出门上个厕所 回来吃点好吃的 这样多宝宝也能舒服一点呢 多宝宝就听爸爸的 和爸爸一起每天接送宝宝呢 可是今天做事有点不太开心 门还没开多宝宝就去着急要开门呢 爸爸还总告诉多宝宝别着急别着急的 多宝宝咋能不着急呢 不是让出来送完宝宝就可以回家睡觉吃好吃的了吗 咱们赶紧走呀 宝宝咋都这么慢呢 过来一个小姐姐还想摸我 多宝宝可不跟你玩 多宝宝今天是有任务的 咱们快点走 送宝宝快点走呀 小宝宝可真慢 多宝宝可不愿意等你了呢 小短腿走起来慢悠悠的 还得用爸爸领 多宝宝自己给这家门走的就可好了呢 今天早上 爸爸和妈妈都说多宝宝表现不好 还说我不照顾小宝贝了 走的太快了 可是小姐姐平时走路也这么快 多宝宝今天就是不想和她一起走 要不然你就快点跑 追上多宝宝 小宝贝还知道等姐姐 可是姐姐就走的可快了呢 一会儿姐姐就跑了 你就追不上了是不是 快点跟着姐姐走 咱们去幼儿园 你一上学了 多宝宝就可以在家里和爸爸妈妈玩着呢 小宝贝这会儿跑的还真挺快的 那小姐姐在后面也不会落后的 赶紧追小宝宝呀 咱们两个快点走 走的快快的 前面有车可要注意安全哦 多多姐姐来保护你来了呢 走着走着 我们两个好像越来越近了呢 爸爸妈妈还说让我们两个别抢 慢慢的走 安全最重要 可是这会儿小宝贝就一直跑 多宝宝也怕她有危险 走一会儿还是在她前面比较好 小宝贝走着走着又6号 怎么上个幼儿园 差点把自己都走丢了吧 离开 比赛 你们别过来 小宝贝 halten 嘢 走给我 转换